新加坡是首个完成RCEP核准程序的东盟国家 新加坡学者表示 RCEP的生效推动了新加坡和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便利化 促使区域贸易焕发了新的活力 通过RCEP和新加坡的国家 一起和所有国家的国家 可以集中提升贸易贸易 我认为这些联系很新的 卢耀群认为RCEP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并为其他地区的自贸协定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而RCEP中的另一个东盟国家老挝 则借助RCEP赋予的不发达经济体特殊待遇 享有较长过渡期 以更好地融入多边贸易体制 同时在成员间承诺的降低关税 开放市场 减少标准壁垒等多项优惠政策辐射下 老挝本土产品出口优势增加 出口红利出现 塞萨纳塞亚共表示 随着RCEP的生效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服务贸易合作 迎来了更大的开放机遇 这使得服务贸易有机会成为 老挝经济的右翼增长点 老挝本土亚 自然的市民是否有关公司 从有种高速温传染 是对民主民进行后 并要有很多所谓的 crus选与各国民进行 各国民进行入 市民進行至成员 对柳民进行出充饭 对人民进行运进行 和採訪